因为武汉危险的关系 让很多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虽然政府也有相关的所困促试 不过有完修民众不符合到主级 他们出厕所就决定要发起关键的滑档 他们准备了六种素材的经济报 总共是有四百分 带关键和台湾世界展望会 希望帮助社会的六岁家庭 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感激 今年武汉危险所带来生活上的影响 亚苏世界蔬菜中心 特别准备了总共四百分的蔬菜种子包 要来关键和台湾世界展望会 这些弱势的家庭很多都是打零工 所以他不见得有机会可以去取得这样子的补助 所以我们有机会再次跟亚苏世界蔬菜中心合作 他们也捐赠了四百分的种子 给我们的受助家庭 让他们可以自己种植种子 种植蔬菜 然后这些蔬菜其实都是很容易种植的 那他们可以居家的采收 然后食用 那相信这段时间也可以减少这些家庭 就是比较少的一个收入支出 然后让他们也小孩子跟家长 也都可以获得基本的营养 所有关键的经济中有六种 都是经过特别挑战 算是可以快速行动 和照顾的平静 希望大家可以逃过再见的过程来让全家的花 都吃到最好的营养性 那这个六样的种子包括第一个就是空心菜 线菜 长寿黄麻 黄秋葵 肉葵 然后还有 还有绿豆 对 那这些蔬菜 事实上 这个长寿黄麻 那在台湾 其实有一些人很喜欢 早年的时候是比较常吃 那其实就是麻药 就是中部有一些地方 现在还很流行的 那空心菜就不用讲 这是我们每天的 线菜也不用讲 那绿豆 绿豆它有很高的蛋白质 我们也吃很多绿豆 另外一个豆芽菜 也是我们非常普遍 豆芽菜可以说是被认为是 将近是最有营养的蔬菜之一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蔬菜 而且很容易种植 你在做厚包里面 有简单的材败 营养成分和条理所便 基本上是要来实现社会资源 也是发育亚树中心的担压 让留学家庭可以成功 补充体力 这可以继续为生活来混淆 这些个家民生化区